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亮仔 有什么需要吗 是想装个电脑 我朋友在京东上帮我抢了3070 我想换游戏主机 你有什么好推子推荐的吗 游戏主机啊 那你大概预算有多少呢 显卡我记得好像4000块抢到的 整机算我希望8000块左右 你看差点什么 什么 你想到4000块的显卡 那不如不要装机了 4500卖我怎样 显卡4000块 那主机8000的话 我觉得配个R5或者i5就差不多了 那要不我们先从那些肯定要用到的基本配件 开始看吧 首先是电源啊 RTS3070老王的官方推荐是650瓶 这里正好有个全汉的GD650挺好的 全日系列有5年保修80plus金牌认证 虽然不是博主化 但现在便宜啊 你看京东上卖499 那我459给你怎样 主流游戏的话内存16G就差不多了 两条C9坑里内存手动抄一下 基本能满足需求的 就收你420吧 装系统的话 现在都是用固态硬盘的 现在500G普遍比256划算一丢丢 就选ATOM550吧 500G 419块就能买到了 机箱的话那就看你喜欢了 不过太差的话用起来也不舒服 你看8000块的主机 起码也得配个200块以上的机箱吧 追封者这个P300A我看就挺不错的 前面版换成了冲孔网版之后 通风效果非常不错 要不300块卖你再送你两把风扇 这些都是最基础必要的配件 剩下还有2000多3000块的样子 还差CPU核主板 那你是选Intel的i5还是AMG R5呢 那两个哪个更好呢 诶 说到游戏主机 肯定选择最新的锐龙R5 5600X 6核12线程增税架构 改良过的CCX设计 让每个核心都可以更好的利用大容量的缓存 答案和锐屏也提升明显 非常适合用来玩游戏啊 因为5600X功耗不高 主板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 实测使用微星B500M bazooka火箭筒 也是可以轻松带动的 这块主板的接口也比较丰富 有两个M.2超超前置Type-C 如果多加一点钱 还有供电更好的排击炮 那一个带动5600X都没问题了 接口还要再丰富一点 再加个雅俊的G3散热器 就能轻松带动开启的PBO自动超频的5600X 可以刷入这个预算附近游戏表现最强的配置 整理下来发现多块钱 也没有超出预算多少嘛 AMD YES是一回事 但是这5600X也太贵了吧 这几天它还涨价了 眼看着这加钱到家的9000块钱 而这位小兄弟 他就是想玩玩游戏 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多核心的 这个时候肯定是应该选1600KF吧 英特尔第10代酷睿处理器 i5-1600KF 采用9斤市场检验的14nm 典藏级工艺大造 传承经典才是最好的 而且人家也是6核12线程 价格差不多就是5600X的一半 性价比这方面不用我多说了吧 再配合一张入门级的Z490主板 只要你不是飞球 用脚拇指你都能超上5GHz 3A网游爱奇艺通杀 就拿微星的这张Z490MS01来讲吧 售价只要899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伤到 这一整套下来啊 比一颗5600X还便宜 而且啊 酷睿的内存控制器也要比锐龙的更好 内存可以超得更高 比如这对英瑞达的C整内存 因为FCLK的限制呢 搭配5600X就最高只能到4000MHz 而在i5和Z490上面 就可以超到4200MHz 再说了 就算是参数相同的情况下 那英特尔的延迟也要更低一些 不过 散热器的话要求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入门级的240水冷也完全够用了 像ID cooling的这个散热器啊 就只要200多块钱 虽然比机三会 但是外观和效率啊 至少要比那光多多的塔之风冷好一些 这一整套下来啊 至少能比5600X便宜600块钱 拿着600块钱买牌股 它不想呢 哦,你便宜600块钱 但是对于8000块钱来说 只是10%不到 而5600X的性能 其实是对比超到5G的R6600KF 那也是压倒性的胜利 在Centabatch R15、R20、R23全家童里面 开启了PPO的5600X 不论在单核还是多核方面 都要强出百分之十几 最高的能力18% 在V-Ray測量测试里面 5600X也是强大超过15% 还有3D Mark 物理分 放在转场下5600X也是要强出一截的 和强大威猛的5600X比起来 126600KF接着超了频 还是 HINJAKU HINJAKU 简直不堪一致 前面都说了 这是一台游戏主机 出开 CPU理论跑分再高那又怎么样呢 我一个臭大游戏 我天天没事跑Centabatch干啥 再说了 就说玩3D大作的时候 只要CPU不是瓶颈 那帧数还是由显卡来决定的 就拿3D Mark来讲 3070不管是搭配i5还是R5 显卡保分其实都差不多 甚至呢你搭配i5的时候 它还要高那么一丢丢 再说了 2000多块钱的CPU 就比1000多的 抢10% 你很骄傲咯 而且啊 R5也不是什么理论项目都有优势的 比如说那个Spec Workstation 里面就有几个专业测试 5G的1600KF 和PBO的5600X 它就差不多嘛 Blender的时候呢 那1600KF还要稍微强一些 在老牌智术计算软件W Prime中啊 这两个CPU的差距啊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理论性能强那是一方面 但是实际使用中啊 软件的优化那也是非常关键的 诶 这个价格算法就不对了嘛 那5600X用便宜的主板和散热器就可以PBO了 10600KF得配Z490主板和240收线才新 再加到整机里面 这两个价格的差距就更小了 这样算下来 还是5600X划算 哎呀 刚才都说了 这是个游戏主机 关键对比的还是游戏 来跑几个3A大作看看啊 看看就明白了 在最新的刺客信条英零店和看门狗军堂里面 5G的1600KF 帧数要比PBO的5600X还要高几帧 你的5600X理论性能再强 玩游戏它还是要看显卡和优化 当然啊 也有一些游戏呢 确实是5600X更厉害 比如说 古墓11啊 大表哥2 但是呢 都没有拉开差距 平息下来 这两颗CPU好单机 我只能说是5500K 而且啊 不管是银还是输 差距都是那么几帧 对于实际的游戏体验 它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多花那600块钱 完全就是浪费 找到了 现在600块钱 可能买一个4T的机械硬盘 这能装多少学习资料 那游戏又不是只有3A大作 电竞游戏的玩家群体 还是非常庞大的 5600X等于超强的IPC性能 以及在PBO模式下较高的单核睿频 在这个游戏中有着巨大的优势 再对于帧数 有着非常高要求的Cisco里面 PBO的5600X 作为5G的10600K很高出50帧 而在L1L里面 这个差距被拉得更开了 不管是1080P还是2K 5600X都能强出100帧来 轻松带动超高帧率的电竞续视频 保证稳定的操作发挥 在CC里面同样是5600X的优势 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高出十几二十帧来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 感知不强感知不强 你一个Cisco都四五百帧了 英雄联盟也两三百帧 真就人均血轮演呗 反正我是看不出区别来 而且要这么说的话 那玩网游的玩家其实也不少啊 但是在几个网游大作里面呢 5600X的优势其实都不明显 比如说泥水汗里面 不管是1080P还是2K分辨率 两颗CPU的帧数表现都非常接近 剑网3里面在人很多地方跑图 两颗CPU的帧数依旧是相差无几 在这种真正吃配置的游戏里面 还是显卡比较关键 电竞游戏里面 更高的最大帧数 才能保证最低帧不乱跳 才能保证操作的稳定 而且这边一路看下来 说明吃显卡的游戏 两颗CPU算55开 吃CPU单核的游戏 那就是5600X强了 所以在游戏的方面 还是5600X有优势 而且电脑买回来 那也是少说要用两三年的东西 3A大作对CPU多核的需求一直在增长 现在10400F都有个别游戏会出现瓶颈了 过两年说不定就变成10600KF瓶颈了呢 那个时候5600X还能继续扛 而且5600X在游戏之于工作也是非常利索的 虽然现在是作为游戏主机来买的 但是万一出现其他方面的需要呢 那个时候就是5600X有优势了 两年时间这么久 不可控音速实在太多了 而且消费电子产品这种东西 它又不是投资理财 买到手了之后好用就行了 再说你看现代7700K和三代锐龙的价格 那英特尔的CPU向来都保持 到时候直接卖掉再加500块钱 直接上新CPU 它不香吗 而且再过几个月 11代科技要发售了 Z490可是可以支持新的处理器哦 11代酷睿据说还有19%的IPC提升 到那个时候 那电竞游戏5600X它也不一定有优势 11代 哈哈哈哈 在英特尔官方公布的游戏成绩里面 11900K都没有赢5900X多少 而它还只是一颗马可数据器 都2021年了 11代i5什么表现 那还要等实际发售才能知道 要说现在的话 5600X有着更好的多线程优势 那么在视频直播以及剪辑里面 就会有优势 这位朋友在游戏之余 分享一下自己的游戏历程 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为百大UP主任呢 现在直播谁还用CPU软件啊 你都3070了 那当然那时用显卡加速编码了 那个对游戏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而且呢 剪视频也是有显卡加速的 就PR那个多核优化 大家都是6核12线程 瞧谁不起 对不对 再加上英特尔和Adobe的PUI交易 谁比谁强啊 那还真不一定 推一万不讲 如果说未来3A的多核发展 已经优化到了6核12线程 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那那5600X多出来的那点多核性能 又能撑多久呢 对吧 多撑一个月 那也是赢了 英特尔是牙膏厂 用A字头产品的人更帅气 哎 天下苦英特尔9以这个我也同 但是你说用AMD的人更帅 那我是不同意的 那这位朋友 在听完他们吹了那么久之后 你确定好要买哪个呢 我朋友说显卡刚刚被邝老板收了 不卖我了 我还在继续等一下嘛 呦 都玩干 给 哎 有什么需要吗 是想装电脑 我想装才8000块钱的游戏主机 有什么配置推荐吗 8000块 但是现在3070 3060 Ti都缺货哦 3080倒是不够钱买 喂 要不过两个月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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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